我是趙少康 歡迎你回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那剛剛講說李登輝 住了一個白鬍子 其實我們準備了一個新聞 帶來大家看一下 前衝動李登輝 頭戴帽子 身穿大外套 圍著圍巾 在夫人曾文慧女士 和護士的搶扶之下 慢慢步出醫院 李登輝手術之後 看起來臉色蒼白 滿臉鬍子有點憔悴 看到大批守候的媒體 主動上前表達感謝 今天要出銀了 感謝你們大家關心 感謝 不知道馬總統有來看你 馬總統敬請說有來看你 我來看我 敬請說要來看你 我沒有人不能讓我看 這很重要 人家來了 不要這樣 慌慌緊緊 李登輝進階晚據 馬總統的探視 對於老朋友 獨盟主席黃昭棠 不信並信的消息 李登輝說 他也嚇了一大跳 我們再去 換那個照片 回來才揣一下 這條 這條辦公室 幫他倒幫忙 手術後的李登輝 切除了3.5公分的惡性腫瘤 將近30公分的大腸 復原狀況良好 目前可以行走 三餐可以進食 留職食物 目前不用進行化療 只要每三個月回來醫院做追蹤治療 高齡90歲李登輝 手術之後元氣大傷 看起來有點虛弱 但能平安出院 對李登輝來說就是最大福分 中共黃明君和哲委 台北採訪報導 好 這個沈大醫師 一定會不用做化療 表示沒有擴散 是吧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他情況大概跟陽秋心類似 陽秋心也沒有化療 但是這個病沒有排除 他在復發 但是復發也有好多種 就原來那個病罩 跑去的 或是另外一個病罩 因為大腸癌有一個特性 他就很容易再回來 而且不一定同一個地方 所以他以後 三個月以後 我覺得他的檢查 會比一般人更密集 但是我覺得 一般來講大概不錯啦 算是不錯 好 那李登輝 因為記者問他嘛 說馬英九當初去看 李登輝說 生病人不適合給他看 慢慢來 這下就留一個 留一個 留一個玄機了 因為李登輝如果說 結束 不然不然我們看 不要給別人看就算 那李登輝說 不是你聽嘛 李登輝說那慢慢來 那馬英九這樣一講以後 之前也說嘛 說那等到以後再安排嘛 那這樣馬英九還非要看不可啦 不是非要看不可 但是他勒索 你說慢慢來啊 不不不不 我跟你講過了幾天 我覺得馬英九辦公室 應該跟這個 聯絡一下 聯絡一下 他說慢慢來 不敢 那是不是可以的時候 讓我們知道一下 我覺得這個要給他 要給他準一下 因為這個很簡單 那個下面的總統 也不是只有馬英九 自己一定要去 你先就打電話啊 下面那麼多人 打電話給李登輝 幫公司的人說 李登輝如果 他們現在不太敢 打給李登輝 那很兇啊 打給他說 如果李登輝開始見客 馬英九一直想去看他 他如果同意的話 我們馬總統 隨時可以去看他 你聯絡一下 連如果李登輝說 可以啊 我來來看一下 就去了嘛 對不對 他假如說堅持不要 我絕對不要 打馬英九來 那就算了 他一來就影響我病情 要不要再猜一次 兩個人會不會見面 要不要再猜一次 來大家看看會不會見 會不會見 會不會見面 舉圈不會舉差 會不會見面 會 這個很很很很很難 怎麼可能這樣 我不知道會不會見面 我們就要看李老先 是想不想見他 因為李老先 如果見所有的人 不能不見他 除非他 那馬英九現在 也不能打電話說 我要去看你對不對 對 對馬英九我想 他這個禮數還是要做 他一定要做到的對不對 就跟去看其他 他要來不要那麼趕 意思也沒說 我們就不要見了 就是你慢慢來嘛 不要趕 那接下來如果有機會 聽起來好像是這個意思嘛 好 我們這個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呢 這個民調是很有趣的 昨天我們做 今天呢我再把它 重新把它整理出來 明年一月合併選總統 還有立委 你會不會去投票 因為投票率現在是 非常重要的關鍵 2008年的時候 投票之後76% 我認為民進黨有些 3%多起來了 3點多 所以沒有到80% 因為 2000年82% 2004年80%點多 將近81% 那為什麼到了2008年 變成76%多呢 這3 4%到底為什麼減少呢 這次又跟立委合併選舉 有的人可能總統 選立委 他沒興趣 選總統有興趣 有些人可能選總統沒興趣 選立委他會去 所以這個兩個加成 也許會刺激一點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人末 一定會 跟會的呢 有81.1 我覺得這個數字還算是可以 就是 投票81.1% 我覺得這個還算合理 那 這些裡面呢 泛藍的有82.8% 所以會去投票 泛率有92.6% 泛率現在士氣多高 都要去了 這個 都要去了 中立比較少 就58.2% 所以大家現在每天 拉那個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 看起來中間選民會不會去 我看 所以我講嘛 陳水平早就看穿這一點 陳水平說 沒有中間選民 只有藍綠 所以說要什麼 割喉割道斷 邱宜仁 就是說反正 中間選民不要理他 雖然號稱中間選民 其實根本不去 但是58還是 還是不能忽視的 只是那個興趣沒那麼高 綠最高 92.6% 可能會泛藍5.2% 綠3% 92.6%加3% 就95.6% 綠幾乎是 全體出動 中 中率5.4% 不一定 我看不一定 大概不會去 5.9% 只是不好意思跟你說 我沒有去盡國民的義務 泛藍6.7% 泛率1.5% 中率11.9% 不會去 跟你說我不去 我看這個大概不會去 8.6% 泛藍5.3% 泛率3% 中率24.5% 中率已經有四分之金獎 我不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指標 來 蔡先生 在這個中十萬二民調 我看了一下 這個重力的百分比很高 這個各家民調不一樣 中十萬有這個特點 它重力的幾乎有一半 所以一半的一半也很多 不少了 當然不能忽視 當然是不能忽視 那可是我們總是覺得說 如果政治不要那麼極端的話 中力越多 越好 大家越要往中間靠 明年一月合併選舉總統 即立委選 你會不會去投票 看區域 北北基 82.4% 一定會 陶竹苗78.4% 中章頭70.3% 雲嘉南最高 85.5% 高頻繃81.1% 也不低 都比陶竹苗跟中章頭高 而且 就是說從這邊看出來 這個農業興奮很積極 不知道有沒有受到那個老農年金的影響 因為在昨天做調查 還沒有說要加到一千塊 所以搞不好老農很氣 選票給你教訓 給你看看 不過昨天另外一個調查 今天我是看到那個細部調查 就是20到29歲要去投票也很低 跟中率選民差不多 向來都很低 對啊 但是他要爭取手頭族等等 所以看起來手頭族的興趣可能 可能不見得有興趣 不可信賴啦 我覺得就是說 像你剛剛講說 慈禮扁覺得說沒有中間選民 其實他不是沒有 而是說中間選民 你很難依靠他 因為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投票 而且百分之百挺你 他不見得 他不但是在立場上面可能會游移 他現在去投票那一天 他出不出門都會游移 這種東西就變成說 你就這個要算自己的票的時候 不保險 所以不保險還到最後 就是說你還是顧自己的基本盤 最保險嘛 那我想中間選民是這個樣子 手頭族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我最近還在聽一個朋友講 看一個非常好玩的玩笑 他說手頭族當天其實天氣好 他可能就去郊遊去了 就不去投票了 或者那天辦個演唱會 搞不好這些人寧願去看演唱會 就不來投票了 所以其實對手頭族來說 對年輕人來說 吸引他的東西很多 比起投票這件事情來說 可能來得更重要 所以國民黨應該在投票那天 到遍地開花到處辦演唱會 是不是 Lady Gaga也來 馬丹娜也來 什麼小賈斯汀來 全部都來 小賈斯汀要來 中間選民其實現在應該這麼看 因為現在藍綠都往中間靠 藍綠它沒有那麼大的分歧 那麼強的對立 不管是兩岸 內政經濟 其實很接近 真的沒有嗎 有很大的差異嗎 現在 一樣是維持現狀 我們佳馨到底來臨有沒有差異 有很大的差異 差不多了這樣 我其實覺得 先講中間選民這一塊 因為成熟的民主國家 也就是說老牌的民主國家 其實投票率一定會開始往下降 四十幾% 對 一定開始往下降 那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中間選民會越來越多 兩邊極端的會越來越少 這個也某個程度也是符合 因為中間選民他基本上認為說 他對政治的關注程度不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合理的 其實我們現在有五成多的 中間選民說他願意去投 不錯啦 我覺得已經相當不錯了 所以大家還是要激激的去努力爭取 中間選民 當然他們很關鍵 倒是手頭組 因為手頭組我覺得這個 因為跟人生經驗有關係 他還沒有強烈的意識到說 那個選票會跟他未來有影響 所以在那樣的狀況之下 他很容易受到他很多現實上的 比方說我今天天氣大好 跟同學約好要幹什麼去了 購物出遊看電影等等 昨天晚上打遊戲打到今天早上三點 睡覺一睡睡到明天下午三點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說他會太容易 因為他整個生活的這個作息的影響 他就放棄這個投票的這個想法 但是呢我是這麼覺得啦 就是說如果兩黨真的都 不是兩黨所有的候選人 如果真的重視這一塊的話 這個其實是難道教育當中 不就是應該從小要教的嗎 如果有真的好好的 教選賢與能的概念的時候 大家都會重視自己這一票啊 好我們不過全世界最高 投票率是新加坡了 新加坡不投票要罰 對他的罰 倒不是說真的罰 他罰你下次沒有投票權 而且你要解釋為什麼 除非你是出國生病院 否則的話給你留下紀錄 所以就投票百分之九十幾這樣 來這個現在一定會有81.1 羅委員這個對國民黨利益還是不利 這個看起來就知道不利啊 為什麼 你看這裡面 泛藍跟泛律就差了百分之十 就是泛律的支持者一定會去投票 高達百分之九十二 但泛藍的支持者只有百分之八十二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起跑 就輸了百分之十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很無奈 你們要把泛藍叫出來啊 對我們常常會說一句 不過他不說他可能會有五點二啊 讓他設法出來 對所以這裡面就是如何喚起 藍營的支持者的熱情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耽誤自己 因為從過去三十幾年來的 投票景象裡面來看的話 確實藍營 藍軍的支持者是比較懶惰的 就是那種真的天氣好就去玩了 或者是沒有 因為這個民調已經這麼清楚了嘛 我只是要點出來說 讓大家真的是要必須去思考說 如果我們真的不出門去投票 真的會因為你這一票 讓整個選舉結果逆轉 我覺得藍營不是懶惰啦 藍營喔 沒有綠營那麼積極啦 我們這樣講 要墊天啦 一定要把你這個搞下來 很積極啦 其實還有一點 因為對於民進黨 跟對於國民黨 有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選舉的過程 使用的方法就不一樣了 民進黨基本上是靠理念的 然後大家就是去衝這樣子 可是國民黨基本上是要靠組織跟動員的 這個你可以從造勢場合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這個也跟投票的意願有關係 如果今天國民黨 長期是要依靠資源 資源下不去的時候 那當然懶懶散散 我很快補充一下 國民黨最近這幾次的選舉 已經不再用什麼動員組織 沒有了 我們一樣是用理念 但是只是說藍營的支持者 就是一向就是那種溫和嘛 對政治沒有狂樂嘛 在很多的公共場合 聽到人家在罵馬英九的時候 他也不敢起身出來辯論嘛 這是整個性格的問題 不是什麼資源 不會啊不會啊 我這裡嚴重表示抗議 2006年一直到2008年 我看到藍軍是非常非常的積極的 那個2008年投票就是一個 那是因為我們唾棄陳水扁的貪污政權 那是陳水扁太壞了 太壞了 讓每個中間選民都出來投一票嘛 因為會造成馬英九大贏200萬票嘛 以前我知道國民黨蠻多資源 最近我怎麼聽到很多地方 都是真的都沒有資源下去嗎 對 這就是馬總統的堅持嘛 這個好現象啊 他不會用整個政府資源去灌輸給地方派系 或地方的社團組織 都完全沒有 那到底還是不好呢 從某個角度這樣沒有資源吧 從某個角度不是社會期待這樣 我覺得馬總統我佩服他一點 就是他願意在他第一任的時候就改革 包括五都的合併 那改革有時候比革命還難喔 我也很快安慰一下羅委員 就是說那個35歲到55歲這一塊 是所謂經濟選民嘛 那這一塊國民黨是佔優勢 比較領先 那這一塊的投票率也是高的啦 所以這個就補回來 那我也補充一下這個綜藝選民 我覺得綜藝選民 我們把它打混 好像就是同一個東西 其實它裡頭我覺得有兩個主要 一部分是比較水平比較高的 他們就看得很清楚 眼睛這麼緊張 所以那個我也不是 那個我也不是 我就是中立 另外有一塊是比較什麼都不太懂 所以你在我們這個民調的時候 立委員問他什麼問題 他都不知道 他問他什麼問題 無所謂 所以不知道的百分比非常高 不知道等於中立嗎 我覺得也不見得 休息一下就回來